说起《红楼梦》,很多观众心中最经典的当属欧阳奋强,陈小旭等主演的87版,无论再怎么拍都沦为陪陈, 其实1989年拍的电影版《红楼梦》,共乐部八级,也是堪称经典,不画到都很用心, 关键是这一版真是大咖云集,89版《红楼梦》的假暴力,由女演员夏京反患,当时她才18岁,看着比较青涩,灵魂人物林战玉的扮演者则是陶奎敏,陶奎敏拖聚江南古典美人的气质,温婉淡雅,楚楚动人,不意味饰演薛宝钗,真是容貌丰美,演完《红楼梦》的第二年,她就去演了杂体, 这版《红楼梦》中知名度最高的演员当属刘晓庆的,她演的是王熙凤,她的演技自不用说,将凤姐的霍蜡,精明演的颇为到位, 名气不输刘晓庆的李秀明饰演圆春,温婉大气,凭借少林寺大伙的丁岚饰演西春,妙女一角则有何在分饰演,而大美人何情则在这版《红楼梦》中饰演情可轻, 她也是唯一一个演变了四大名著的女演员,刘姥姥一角游被受观众喜爱的老艺术家赵丽荣饰演, 李玲玉在《西游记》中演了《鲁兔青》,在《红楼梦》中则演游三景,而现在被赞誉活色天香的陈红, 那时还在跑龙套演的是黛玉的鸭帆子卷,那时她才19岁,这么看下来,相比87版大部分都是新人, 而89版则集齐了刘晓庆、李秀明、陶贵敏、可卿、赵丽荣等一众知名演员, 郑荣可谓空前强大造型,场景也是大气、精致。